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主播迷妹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世界尽头》,这部影片延续导演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和反讽特质,影片开始,五人帮走向镜头,华生是一个自认为很帅,头上长了胎记的麦蒙男,彼得是个男小鬼,遇到裙架就会先躲起来,史蒂文长相阳光,是个高富帅,一直暗恋华生的妹妹,胖子安迪是男友的好基友,对男友死迷相随,男主阿金是五人帮的首席, 首领,为人放荡不羁,毕业当晚,五人计划喝完小镇的所有酒馆,庆祝他们的毕业,但最终他们没在天亮前坚持到名为世界尽头的那个酒馆,画面一转,在一家精神病院,中年的阿金一复破酒,被重病友围住,他却在滔滔不绝讲着自己的故事,便有问道,没有坚持完成好饮之旅,后不后悔,阿金脸上不自觉扬起微笑,他突发奇想,想再来一次年轻时没有完成的好饮之旅,于是阿金分别 去找了当年的兄弟们,大家都表示愿意加入,但胖子却不愿意,因为他已经戒酒多年了,两人在办公室吵起来,最后在阿金的三寸不乱之舌下,胖子勉强答应,来到了约定的日子,阿金开着自己的老爷车,出现在众人面前,车上放着高富帅早年送给他的那盘磁带,虽然意识到阿金没长大,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, 傍晚,无人的好饮之旅开始了,大家兴致都很高,仿佛又回到了年少的时候,但胖子只要了一杯白开水,这让阿金觉得扫兴,胖子表示阿金不成熟,但阿金却认为这才是自由,他要当生活的主人,中途阿金去了躺卫生间,在里面遇到一个少年,玩心很重的阿金一直撩着少年,表示想加入他们,但少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他,阿金怒了,跟少年干起嫁来, 他一个大招把少年放倒,少年的脑袋掉在了地上,阿金惊讶地发现,原来这少年是机器人,这时少年的朋友和阿金的朋友都温训赶来,中年团和少年团在卫生间干起了群架,中年团完胜,从小酒馆出来,无人组走在路上,看着小镇的人大多都变成了机器人,心里很害怕,只有阿金很开心,他决定继续他的好饮之旅,在前往那家名为世界尽头酒馆的途中, 他们得知机器人是外星人制造的,而外星人来地球是求共存的,只要人类不抵触机器人,就不会被童话为机器人,在第九个酒馆,他们遇到了以前学校里的老师,大伙在闲聊时发现华生很不对劲,胖子眼睛手快,一个板能过去,把华生脑袋砸出窟窿,原来他在上卫生间的时候,已经被机器人改造了,同样也是机器人的老师愤怒了,召集了机器人,打算童话剩下的人,几人只能分开逃跑, 胖小鬼被一个机器警察蒙脸童话了,剩下三人躲进了第十个酒馆,阿金说他要继续去剩下的酒馆,并适宜胖子和高富帅开他的车逃走,胖子没有听阿金的话,跟着阿金一路开跑,到了第十一个酒馆,整当他们被机器人围攻时,高富帅开着车冲了进来,但阿金执意不上车,迈向第十二个酒馆跑去,胖子忍无可忍,与阿金展开肉搏,在搏斗中,大伙无意间掉进酒馆的地下, 在地下遇到了外星体,外星体称自己的视力已经遍布地球,而地球上的许多高科技都是他们带来的,外星体用阿金年轻时和屈体,想要贿赂阿金不与自己作对,但阿金不买账,拒绝外星人的所有援助,并希望他们赶紧滚蛋,而外星体就真的离开了地球,顺便把他们的高科技也带走了,整个地球瞬间变得荒芜颓废,科技倒退好几百年,但阿金却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小真的王, 带领外星体当时留下的年轻躯体,组成了新的五人帮,继续追寻着自己的自由与梦想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,喜欢科幻的小伙伴,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带来精彩科幻电影,我们下期见